很多人說我們 我們航班的員警告他們說 注意 請大家看已經軍事我滿滿 這是中國科義 科義這個 我來請教明傑好了 這是什麼戰機 這是蘇凱35 蘇凱35 這是他們最近 對這個應該是南海的照片 他現在基本上步驟是這樣子 蘇凱35這一批大概 他們從俄羅斯最新採購 昨天國防部長 還有空軍的將官在立法院 被問到我們要採購F16V 在省所謂的2500億的 特別預算過程中很多立委 事實上也提出我們台灣很多 民眾的一些問題 比較簡化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買F16V他的性能 到底有多好如果萬一對上 中共的逆中的殲20 到底能不能打贏他 國防部長顏德發他的答覆 當然也很白話 他是非常有把握 也有信心說絕對可以把它打掉 為什麼這麼有信心 這麼有把握 我想是第一個 就是以國防部長的身份 現在在審F16V的特別預算 當然你要有信心 你如果說F16V沒有辦法 來對應殲20的話 為什麼要買 當然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有信心 我覺得這是一個政治語言 但是性能上來講 到底能不能在雙方去做應對 我覺得綜合我個人跟軍方過去 我了解一些資訊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未來F16V 去遭遇到所謂的殲20 殲20的可能性 我覺得相對不高 這個可能跟其他的包含 比如說蘇凱35 蘇凱30或殲10 殲11 殲16殲15 這些戰機可能遭遇可能性比較高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殲20他如果說 真的要碰到F16V的話 他最大優勢 他的設計事實上我個人認為 他最大優勢就是逆中 所以他必須要在遠距的時候 就發射飛彈 事實上他的主要的任務 他是踹門用的 開第一槍打完就要跑 但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遠遠的打 有可能失準 所以就是說 你遠距開火有可能白打 但是你如果近距 要碰到F16V的時候 你可能就逃打 所以國防部長的說法並沒有錯 就是說他今天他的作戰任務 以殲20來講 他未來如果真的碰到F16V的話 他其實是這個佔下風的喔 但是其實他的利重能力有多強 目前是實際數據還不曉得 但是其實他的利重能力有多強 目前是實際數據還不曉得 但是其他的利重能力有多強 目前是實際數據還不曉得 目前是實際數據還不曉得 哈哈哈哈 那是酸性 所以我还没有在买现在是你说的